孟茴城,我是蓝虎,咱们继续来看比赛 很久没有见多利木的一个女伐出场了 这把的话,她也是有比赛,咱们来看一下 这把冲到的是一个石头领 开局对战方破血加利皮,直接点关战方的一个人 对战方开局打得很凶 这种局的话,不是建议打得这么凶 关战方承受了第一波的一个伤害 反手一手琴一三叠 是直接给对面的宝宝给搞神了 关战方的一个属性也是非常暴力 关战方的这个老牛染了纯纯的神黄色 武器也是神黄色,对战方继续活 亲关战方的一个人 对战方的一个目标很明确 就是点杀关战方的一个人 对战方开始疯狂应激 应激的一个伤害还是非常可观 对战方的一个孩子直接飞掉 关战方也是出了一手小雁灵 对战方的一个宝宝是被关战方点掉 直接出了一手小雁灵 对战方其实不顺法 这也是顺法的话,伤害还可以是吧 但是打在关战方的一个法器身上 确实是不是很疼 对战方 对战方应手飞机飞过来 关战方开始消耗蛇卵 招出一只大蛇 我感觉我好久都没有结束 这种女拔木的一个比赛了 这个女拔木的话 现在也是有这种不同程度的一个削弱 所以的话 再加上这个门派现在有点暴冷 玩的确实也是很少 也是一直没有给大家找到一个 很合适的一个资源 因为玩女拔的 说实话 没有那种特别厉害的 大蛇吃过去 两千 对战方继续英机 哎呦 这把英机舒服了 关战方场上的一个单位比较多 英关战方的一个人物三千五 人物的话直接被干出163 关战方再拉顺法 直接清掉关战方的这只蛇 感觉蛇的话 一个惨度有点削弱 是不是碰到失踪的原因 关战方给对面丢下了一手放下 只是丢放下说实话 如果是我的话 直接消耗怨灵秒出去了 关战方继续飞机 关战方不舍得牺牲怨灵 怨灵的话 也可能也有他的一个顾虑是吧 毕竟是可以帮忙承受一个单位的一个攻击 对战方确实 哎呦 打关战方的话 还是非常困的 感觉关战方的话 也是一直没有 就是认真的和对面打 这两方卡大金 人物的话一手破血 清掉这只大牛 没有清掉 这两方再拉佩蘇 这两方再拉佩蘇 关战方 关战方秒出去 直接是秒出了对面的一手163 这样的话对战方人物直接倒地 对战方的一个后排 配速有9000血 9000多 哎呦 直接被拖飞 对战方不要提 going